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Covid又来了 你不觉得很烦吗 反正又多一个变化 所以他说的是最糟糕的variant要出现了 variant的意思就是变种 我们有几个要认识的字 就是变种的字眼variant是一个 前面加个sub也可以 因为sub就是子种类的概念 所以subvariant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用strain这个字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这比较少看到 就是offshoot 也是一个变化变种的意思 里面多讲一下好了 这个variant这边的话就是从vari变出来的 vari这个字你要认识就是 它这个动词 例如说你买一件衣服网路上订 可是你可以选衣服的颜色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说这个衣服风格不错 而颜色很有多样性 so the colors vary 动词就是vari so I like this style of shirt and the colors vary 所以它颜色有很多可以选择这样子 所以打一下刚刚这个句子 the colors vary 所以你看vari就是一个动词 这个感觉不是很像是中文的句子 你难道把它翻成颜色有变化吗 好像也可以 颜色有变化 那个有变化 那个有变不是动词 而是变化才是动词 the colors vary 好 那vari ok的话 variant就是它的一个名词的变化 总之它是有不同的变种株这些的 那你前面加个sub也ok 因为sub是指种类的概念 所以variant下面还有subvariant strain这个字 其实我们常常拿来跟另外一支做比较就是 strain是有紧绷的意思 像例如说你的肌肉拉伤了或之类的 或者就是筋卵或什么的 muscle strain 那眼睛这样子 嗯 看一幕看久了之后 像我最近打那个什么玩意儿 打那个叫什么 什么游戏来着 不是赛马娘ho shit 我一直在玩那个diablo 暗黑破坏神 打了眼睛都有点点 早上起来都觉得一直在狂流眼泪 因为自己要多注意这个游戏量 所以我的screen time 应该要自己注意一下下 那但是我就会造成我自己有 eye strain 所以这个eye strain 就是眼睛的那种疲劳不舒服之类的 那strain可以是 刚刚讲strain muscle 那我们常做比较是sbrain这个字 每次看到这个字 就想讲这个字 sbrain的意思是 是关节扭伤 所以你会sbrain你的脚踝 ankle 男生的翻船 这个我相信老同学都已经听过我讲不知道几次了 但反正我知道频道是不是会有新的同学来看 所以我们要把strain跟sbrain这两个字做一下比较 再讲第二次 strain多半讲的是肌肉方面的 那sbrain则是关节上的 那讲到病毒株的话 strain也可以是他的其中一种株这样子 ok新的一种变化 新的variant 那最后这个offshoot真的比较少看到 我们这个是托弗亚斯的字 其实就是shoot这个字 我的意思是 shoot不就是射或之类的意思吗 你讲到像例如说射球投篮的shoot shoot a ball 或者开枪打人 那也叫做shoot 对不对 可是他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就是植物啊 长出来的那些分支 你可能想说那个不叫branch吗 branch可以 不过一般branch讲的是树的 一般啦 讲的是树的 那你说像是 例如说讲豆芽菜好了 那那个豆芽菜长出不同的那一个 欸不对 豆芽菜没有一条条长出去 空心菜之类的 所以他会长出一条条的 新一条条出去的那些树叶有没有 那个我们就叫它shoot 所以一颗种子可能会开出一根主要的金干 然后它是会shoot这样伸出去 所以我们真的在托福课里面看过这个字shoot 同样的我们吃的竹笋有没有 我们也叫bamboo这个字就竹子 所以这个是竹子 那竹笋就叫做bamboo shoot so what is your favorite summer food? bamboo shoot ok with mayonnaise 你最喜欢夏天什么食物呢? 这个竹笋配上美乃滋 所以bamboo shoot shoot是一个名词 所以它是covid的一个offshoot 就应该没有问题 covid的一个offshoot 你就可以想象也是一样变种出去嘛 来我们读一下这边讲的几个段落 so nearly two and a half years sinc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egan the most infectious and transmissible variant yet has arrived 所以已经是两年半的时间了 自从coronavirus的pandemic开始 pandemic没问题了开始 所以几乎两年半了 那最infectious以及最transmissible infected的意思就是感染 infectious变形容词 这个词还可以用在形容一些不是病的事情上 例如说有一个人的笑很有感染力 that's an infectious laughter ok的 contagious也可以 transmissible transmit的意思就是传播出去 所以infectious yet transmissible的一个variant yet has arrived 所以最有感染力的这个variant到了 repeated covid-19 waves have left millions of people dead with only vaccines helping to blunt the toll now the virus is spreading again evolving escaping immunity and driving an uptick in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s 这是第二段的第一句 所以这个重复感染的这个covid 重复来的这个covid是一波一波 repeated covid-19 waves 所以这些重复一直来的这些一波一波的感染呢 死的好几百万人死掉了 left millions of people dead yeah 所以只有vaccine能够来帮助来blunt the toll blunt的这个意思 原则上来说它的意思是 像盾的 把东西弄给盾掉 什么什么盾啊 像我们讲说 有的武器并不是很尖尖的 像你说拿一个那种 拿一个锤子类的东西来去打人 那那个我们就叫做blunt weapon 你知道我从哪里想出的这种 还是从游戏里面 以前的游戏各种武器 你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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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nt weapon 什么是blunt weapon 就是比较盾的武器 所以可是靠下去很痛啊 所以那种 狼头类的之类的 就blunt 这样 所以 那就是把东西弄盾 所以有vaccine能够来帮助blunt的toe 这个toe就是 toe好难解释 说真的 因为toe它可以是收费 所以以前的那个收费站 我最记得 以前我们从台北离开到南部去 就会先经过泰山收费站 那个叫toe booth ok toe booth 收费站 然后有一种东西叫做toe free number 现在电视都没人看了 以前有个广告好有名 �把空空空信你帮 Indigenous facing 更新中衣金所 关心你的借库心的警筒 这个广告还记得的话 所以 他打那个 的号码就是 你不用付钱是对方付费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着 不用担心电话费 然后去咨询这些医疗上的东西 所以toe free number 就是免付费点花 toe free 嗯不用付钱 所以toe就是钱 这样子 付费app 所以toe booth 收钱的 toe free 不用付钱的 但是toe这个字还可以有death toll这样的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死亡人数 所以COVID的death toll已经到了几百几百万之类的 那个叫做death toll 总计几输这样子 所以toe这个字 它总之也可以用在不是钱的事情上 不是钱的事情上 例如说你连续打了好几场篮球比赛都没有输 那你们在篮球场吃谁输了就下来 没输你就继续打 可是你很累啊 所以你就会说fatigue is taking its toll on my body 所以疲劳这件事情 仿佛像在跟我的身体收肺一样 所以fatigue is taking its toll 疲劳 fatigue is taking its toll 它在收它的肺 从哪里收 从我的身上收 on my body 所以这也是一个OK的造句 OK fatigue is taking its toll on my body 好 所以toe这个字虽然不好解释 我们试着努力了一下下 所以这边在说的就是vaccine能够帮助blunt这个toe 什么toe death toll 好 所以现在virus又在传了 而且它在进化 evolving 而且逃过了你免疫系统 escaping immunity 然后呢 把后面这个东西给drive上去了 所以driving an uptick 这个uptick就是 该怎么翻这个uptick tick是那种滴答滴答的声音 所以那这边再讲的是那个covid的入院的数字 或者是感染染疫的数字 那个数字又往上跳了 所以这个uptick这样 所以它最近的一个版本 就是它的shape shifting BA.5 他们应该不会不至于需要把这个point念出来 那这个shape shift是一个很有趣的词 一般我们用这个字是用在那种希腊罗马神话这些的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神可以变成人或什么的 或者一些野兽可以变成人或什么的 像我们讲说那个狼人就可以在满月的时候变狼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叫做shape shift shape shifting OK 所以如果你google shape shift的话 大概就这样的意思 OK shape shift 好 所以它是一个很清楚的sign 什么sign呢 就是pandemic 要结束还早得很 so so BA.5 is a clear sign that the pandemic is far from over 好 所以那它是最新的Omicron的offshoot 那看到了offshoot了 好 所以Omicron的下一个变种变著 the newest offshoot of Omicron along with the closely related variant BA.4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BA.4 所以它从BA.4变BA.5 我们没有听过BA.4 其实我也没听过BA.5 所以这东西正在fuel 这个global surge in cases fuel是加燃料之类的fuel fuel什么呢 全球的暴涨 暗力的暴涨 所以surg这个字就是上涨 那有时候我们也用spike这个字 不过spike一般讲是尖尖的 所以今天它一个很尖的成长 那我们有时候叫它spike surg还是可以 spike听起来比较sudden的多就是了 除非你讲sudden surge fine alright 然后这一句还没讲完 所以总之就是30%的 OK so 30% of the past fortnight 什么叫做the past fortnight fortnight这个词蛮有趣的 它是英式英文里面 讲的就是两周 所以在过去两周 涨了30%的这个新案例 所以听起来非常的糟糕 OK 好下面就看到spike了 所以在欧洲the omicron subvariant a subvariant也看到了 powering spike in cases of about 25% 所以power了一个刚刚讲的spike in cases 大概25% 蛮糟糕的耶 对不对 OK 所以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今天也只是想讲这几个字而已 好讲完了以后就算了吧 我们还能干嘛 事实上上课还是照样上 口罩还是照样戴 That's it OK 小小复习一下下variant就变化这样子 strain也可以当作是病毒的新的变种 offshoot是比较新的一个字 OK 好然后这个刚讲到的strain跟sprain的分别 strain基本上比较常讲的是肌肉方面的 sprain则是关节上的 OK 那strain有其他的意思 像刚讲的那个病毒株叫做新的strain 那眼睛疲劳也可以用eye strain 好strain sprain strain可以 可以 肌肉关节扭伤的话 你讲twist也可以 OK You twisted your ankle 也是可以的啦 然后这个肌肉扭伤或什么的 其实有时候你讲上肌肉筋卵或之类的 你讲spasm这个字也是听得懂的 就真的是那个筋卵还是筋卵 中文有时候讲不清楚 OK 然后TOL刚刚稍微解释了一下下 你大概已经听懂了 OK 希望你还可以回复一下 回忆一下刚刚讲的那个什么东西 所以TOL可以是计算数字 所以DEATH TOL就是死亡总数的概念 那TOL还有收钱的意思 像刚的TOL BOOTH 或者这个不收钱的免费费电话 TOL FREE NUMBER 但是也可以是对一个东西一直在TAX OK If you keep on taxing something You're taking a toll OK 好 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觉得很烦 觉得这个什么时候才可以真的 彻底的结束之后 我们能够解开这个国门的禁令 大家可以出过旅游 或者是欢迎人家进来 否则的话 大家的经济就觉得 转不太动的感觉 All right So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吧 我们下次见吧